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順著這個 剛好王玉銘我也講到 就是我覺得其實我某個生活 因為我知道民進黨在想什麼 就基本上來講 他從在立法院也好 從在接龍市也好 你很明顯的看得到 他就是一個不願意接受 選舉結果的一個政黨 就是他知道他是少數 他不願意接受他自己是一個少數 他明明輸了 他不願意接受他自己是輸了 他在接龍他等於就是要選到贏為止 就那個概念 所以在立法院裡面 他知道如果他進行是少數 而且他接受他是少數 而且接下來可能就對他來說 他覺得他打開了一個門 就接下來所有東西 只要舉手表決通通都輸 那他還玩什麼呢 對於賴清德來說 在蔡英文那個時候 是一個完全執政的一個 碾壓式的一個民進黨的執政狀態 我認為他心裡面很羨慕 某個程度來講 到他的時候 為什麼只有一個40%呢 就等於說他處處碰壁的 一個立法院 對他來講 他這個行政的推動 基本上就是會經常碰壁 那去某個程度來說 如果你是真的尊重民主的話 那你就進行協商 所以當然有來有往 那所以有些 不過你可以訴諸民意 也不見得說一定 就是一定說戰爲黨 就會做一些很不合理的要求 但是我認為對賴清德來說 他的個性就是一個 非常的執拗的 而且他某個程度來說 他就是不願意去認輸 不願意去低頭的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 基本上就已經是用一個 碰撞式的對抗式 而且我覺得更嚴重的地方 我看到 看到卓榮泰 他那天發了一個臉書 對 卓榮泰的 我們以前跑去新聞就已經認識 他真的是一個蠻溫和的 而且呢 是還算是蠻好溝通的一個人 但你看他現在是當了隔壁之後 越來越硬 不是越來越軟 是越來越硬 本來還說啊 我是一個溝通 這個隔壁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幾乎他的話 沒有要跟你溝通的 為什麼卓榮泰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他再設一個陷阱 我覺得這陷阱很明顯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他吃定的話 他認為過去的在野黨 尤其是國民黨就很不會做認訴 又沒有戰力 然後又內部像個散殺一樣 所以他認為他只要想盡辦法去挑你 你就會掉進陷阱 比方卓榮泰他的說法 他說他假設不是去餐廳點菜嗎 他講的話基本上就是你來倒閣啊 你來倒閣我就解散國會 其實某個程度來講 其實這在現在很多的國家裡面 都在這樣子搞 你說當初蘇納克提前解散國會 結果呢 他下台了 那現在的日本 石破帽提前解散國會 他現在很可能自民黨單獨不過敗 那當然他可以去結合其他的小黨 或許可以勉強維持住一個 少數過敗的一個局面 但是其實大家都會去玩 這樣的一個遊戲 我認為對於賴清德來說 他不排除正在玩這個遊戲 否則照理來說 左蘇納克不可能 他跟那麼溫和的人 又嘴巴說要做一個溝通內閣 也才在跟韓國瑜 才吃了一個和解飯 然後突然間就釋放一個訊息 基本上就是說你來倒我閣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對於在野黨來說 我認為要警覺 但坦白講我認為在野黨現在很警覺 我認為藍營白營已經跟過去不一樣了 以前的國民黨基本上真的很不會論述 但我覺得現在的這些年輕一代的 現在這一群這一次選出來的國民黨 包括這個委員在內 這個郁明委員 我覺得都算是第一個蕭勇善戰 第二個他們內部算團結 尤其是柯文的這個事情 我就讓藍白直接 我覺得對綠營來說 這個棋你下了是對是錯 我都覺得後面可以來重新做檢驗 他認為他要趕盡殺絕 他覺得他要先剷除他2018年的對手 但某個程度來說 你即將讓現在藍營跟白營 本來未必會那麼團結的 現在幾乎沒有分裂的本錢了 大家已經黏到就是 就是你農我農了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就是現在的這黨 相當團結 再一個我覺得論述能力 我覺得現在的國民黨的論述能力 民眾黨的論述能力向來很好啦 我覺得國民黨的論述能力 真的好很多 那不管是他的表達上 他的方式上 他的即時的應對上 都沒有像過去 民進黨那麼好欺負了 所以呢過去民進黨是贏在嘴巴 他現在還想贏在嘴巴 很難了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的話呢 我認為他是在挖一個陷阱 只是說現在今天 如果當在一黨不跳的時候 這國家到底要怎麼玩下去 我真的太好奇 說那你要繼續槓 你槓四年嗎 現在才四個月 就已經這個樣子了 我覺得對你來說 他的做法就是第一個群眾嘛 第二個司法嘛 所以明天我們就要看這個 憲法的法庭怎麼宣判了 就是說司法是讓你弄得完的嗎 你民進黨嘴巴的所謂的民主 跟司法改革 這兩個是現在為止 才光光執政不到半年的時間 被踩在腳底下 踐踏的這兩個東西 因為呢對於賴清德來說 可能他覺得他現在手上這個牌 不太好我換一個牌 也許比較有機會 贏面會比較大 但這樣子真的 百姓會同意嗎